在没生孩子之前嘛 我妈妈就说 哎呀咱家吧 应该带三个大孙子 那比较齐全了 来了到园一头 不是大孙子 是大孙子 然后这个心情 他也就不得劲呗 我能理解老人嘛 农村希望抱个孙子 可能去道说了两句 他怎么做的呀 他也是个小子民 他当时没看孩子 我说你看看他呀 他说没事 因为孩子在我旁边 他说孩子在旁边呢 我看着了 然后呢 孩子渐渐长大了 我也不能成天在家带孩子吧 我就天天抱着孩子去上班 然后在单位附近呢 找了一个幼儿园 等下班的时候 接孩子再带回家 大冬天呢 孩子动得在车里头 哇哇直哭 然后呢我说 你看你给妈打个电话 要妈帮带个 她当时打电话了 而妈说那个没时间 我接过电话 我说妈您没时间 您不能上这来带 那我把孩子送到您呢 您在家里头 还能照顾家 还能帮我带孩子 您看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婆婆 孩子说不行 带不了 那怎么办呢 你娘家妈呢 有没有时间过来帮把手 是啊 毕竟我怕我婆婆挑我礼啊 所以我先跟婆婆说的 婆婆不帮我带 那我只能找我娘家妈了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你上咱家来吧 我妈来了 帮我带得挺好 帮我照顾家 我和她日子过得也很舒服 我一合计 就是说我妈帮我照顾家 她需要就是说日常的支出 所以我把就是我们俩人的工资拿出来 放到那一个地方 告诉我妈妈 你什么时候用钱 你什么时候拿 这是很正常的 出现什么矛盾了 但是呢 就是没过多久 我婆婆来了 这个事你就让她说吧 那些老人嘛 她也想孩子 她就来了 来了就吃饭呢 就怎么办呀 都全部都给了 那个大母娘把管嘛 我说那个 我说妈 我说你拿点钱 吃饭什么的 多买点东西 然后这个 那大母娘就把钱拿了 我妈一吵 她 她儿钱怎么都带着 带着那大母娘什么呢 她就给我带过来 她说儿子 你这钱怎么 还给你管了呢 我说我上班没时间呢 抱不了孩子 用钱方便 就给人家管呗 我说那钱给人家管了 我妈妈的 这什么都给人家了 不是吗 我婆婆呢 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就是赶我妈走吗 不要我妈在我家住吗 我妈一听那话 当时掉头就走了 咋也没说 那不是话赶上 赶一块堆了吗 你干嘛了在当中 赶一块堆是赶一块堆了 那你在中间 你是不是应该 说句公道话 你是不是应该 替我妈说句话呀 我弟弟都委屈了 我妈都委屈了 我家的委屈 都得我来承受吗 我当时想说来的 那咋没说呀 我说我妈 我妈指定不高兴啊 还得说我呀 那我要是劝了 赵母娘 赵母娘给我带孩子 就吃了女儿的 也不高兴啊 我这一想 得了咱就少说两句呗 是不是家里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你都是不说话呢 我也想说啊 但有时候一合 就没说出来 你觉得都是小事是吧 你能理解她 为什么气成这样吗 我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上班 出拉拉的 也没合这个事 到现在也不明白 她怎么了是吧 你妈说两句 居然说我一样嘛 这都能理解 她妈假如上级 说我两句 我也不知事 就这样 我问你一句话 现在你妈不在这 对吧 就对你女儿的 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你妈和她妈 哪个对你的孩子 最关心 他们都不在这 你可以说什么 我感觉都差不上 我妈也打电话 也问 我说在实际的行为 的过程当中 谁对你的孩子 付出的更多 她妈付得多点呗 那不就是了吗 你这种话呀 你当面不好说 你背后跟她说 她心里也舒服 或者等你丈母娘在 你妈不在的时候 你说她也舒服呀 这个男人真的是 双面交 你跟媳妇说的话 和你妈说的话 是不一样的话 你倒好 省事儿 啥也不说 就把她记成这样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